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年前的同一天 2013年10月23日 武林峰首次走进 菲律宾马尼拉 当时的中国勇士阵容 是龚燕丽 李宁 郑昭玉等 六年过去了 由于年龄的限制 很多选手都已经退役 但依然有人怀揣着 对国际的热爱 坚守擂台 故地重游的李宁 一路走来见证了武林峰 开拓国际市场的历史 我喜欢这个内坛 热爱搏击 我要给年轻人做个表率 给全民一个交代 我是李宁 此次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菲律宾战 阵容空前强大 中国队长傅高峰领前 冷面杀手李宁 冠军收割机赵重阳 逐渐张春雨 重装上阵 称重结束 泳池内 厚尔蒙激情迸发 展示了荧幕下运动员们 阳刚帅气的一面 此次比赛的场地 是菲律宾的钢铁酒店 它拥有着亚洲最大的 水上俱乐部 这座拥有无敌海景的 巨大球形建筑里 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 就是擂台和所有的 灯光舞美 全部搭建在泳池之上 中国的实力打出来 胜负只是比赛的一部分 更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来说要享受比赛 什么是享受比赛 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这就是享受比赛 这就是享受比赛 好 好 上中打 他会好 好 加油 好 比赛即将打下 为了能给中国勇士现场加油 无数菲律宾当地的华人滑桥 从各地赶来 更有来自中国的热心观众 特意飞赴马尼拉 从国内过来的 老家河南专门跑过来的 粉丝 中层粉丝 非常喜欢武林花 很关注这个节目 希望中国的加油 武林锋加油 一名一名 加油 武林锋加油 中国加油 观众们 热情高涨 勇士们 国圈擦掌 武林锋环球拳王争霸赛 菲律宾战 大幕拉开 警察比赛 即将开始 ユニ160 优优独播剧场—— 激烊 莓 Forgan南 军会 优优独播剧场—— U.Lin Fung 王宫哈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冠凤 这是《Gray Toner TV》 和《Me Too》的观众 欢迎 来自开品推特 有请中国勇士山耀登场 张博士 王朝 王朝 金银 张春雨 谭夏云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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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 凌云 狗狗 而 我们是在我们的栏目的栏目 是我们的栏目的栏目 我们在栏目的栏目 是 Bark Alcoba Abel Hussein Ginto Hamas Rainy Salaer Osmani Yunus Kantik Taiyapun And Jean Carlos Pereira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request all of you to please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followed by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Anthem.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request all of you to join the National Anth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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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ational Anthem 亮亮亮亮亮亮亮 亮亮亮 亮亮亮亮 Congratulation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Jun Anchor 我世尔 謝謝你 哥哥哥哥 你準備好了嗎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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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歸 從歸 波斯里 謝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no head but no elbow no take down ok that's no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round number one 账战開始 战争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是武林峰走進菲律賓馬尼拉的比賽 我們今天的解說嘉賓是資深賽事評論員蔡芷賢先生 大家好我是蔡芷賢 這是一場60公斤級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兩位選手 紅方選手是我們中國的趙博士 然后蓝方是斯皮罗 他是希腊的2001年生的小李迪 他拿过自由搏击的金腰带 也拿过两次希腊一驸马的青年冠军 常年在泰国受训 他是63公斤级的选手 身业还有五次KO的记录 他目前都在泰国受训 然后他说刚开始的泰国日子很苦 因为都睡拳馆没有房间 然后那里没有朋友 训练完就是比赛 赵博士是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 目前他在武林峰的战绩是连胜的 是 赵博士其实原先是腿法好 哥哥是拳法好 那最近呢都是哥哥帮他加强了拳法 然后赛前他有特别跟我要了这个蓝方的视频 然后他说他观察对手 第一个是看对手的好习惯在哪里 他会去特别提防 第二个呢是看对手的坏习惯 有坏习惯呢他就去打这个漏洞 对 那今天呢这个赵博士用这个拳法来跟对手对决 然后他说呢因为之前看这个斯皮罗常打纯泰 看不出来拳法怎么样 然后后呢因为对手好像不太提膝格挡 所以他想多做这个腿法的进攻 不过在第一局开局看来这个赵博士 就是好像故意啊在用他的拳法来找对手来练拳 那这个斯皮罗他的一个教练啊 这个声信多疑他刚刚名字也很好笑 他名字叫他乱猜这个乱猜 乱猜啊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教练问我说是不是间谍要套什么机密 我说就正常的采访啊 所以有时候很多教练都会都会有一些保留吧 对他可能没被采访过想说突然有一个中方的这个评论员跑来采访他 是不是有诈 没有就正常的采访我就给他看了所有的运动员我都会采访一遍了 就会想的比较多 对叫他不要怀疑 他们再回到场上来乱猜的徒弟 这个头发很漂亮的斯皮罗 对上的赵博士 那赵博士呢已经看过了对手的这一个视频 所以心里有底 那再加上呢他帮这个赵重阳拿过把 他觉得也学到了一点了 他觉得赵重阳怎么样 这个拳点特别准威力特别大 那你看相对的目前赵博士这个拳点还没那么准威力还没那么大 所以他觉得他还有学习的空间 对还要不能说拜赵重阳为师 但是要跟他好好学习 那找到了一个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 是是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60这个级别 差不多都在这个级别 在这个比赛结束的一刻 是听到终身同时人倒了 哇赵博士刚讲到他这个讲这个拳点这个力量 给了对手一个独瞄 你看赵博士这个专注的眼神 在第一题结束的这一刻给了对手 这一拳之后对他接下来的比赛也会有信心 对非常有信心 哇哇 ishoki 个大空档刚好敲到 Yi Because 真的是右股右肺 是而且刚刚在铃声响起的同时 对 ooo 是 好 第二回合的比賽 好 那我們再回到整個來 在第一回合的壓召前呢 一個漂亮的強圖 那看看我們的第一回合 趙博士要怎麼發揮他的一個選法 好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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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後的中擊 大家要注意啊 在五零分規則裡面 這個接腿之後 有一次動作 對 對 所以裁判會提出 我們所有的這個違規的動作 會有兩次的警告 第三次會扣分 趙博士現在眼神非常的專注 但是專注完都間跌到了 自己也笑了 太專注了 所以他剛才起的高手的時候 頭部有點往後仰 導致他重心的偏了 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 壓進去啊 前手壓進去 這個就是他把身體的力量也放到了拳鋒上面 所以才能造成了對手頂不住的倒了 趙博士 趙博士越戰越勇 是 力量越來越大了 對 彭琴直電系列賽事呢 設立的有KO獎 這次會獎勵 十萬比鎖 我們看今天這個趙博士 第一次跟隨武林峰出國比賽 能不能拿到這個KO獎 趙博士是專心的打對方的頭 他可能覺得對方這個髮型太漂亮了 想多打幾下 其實藍方也是有專心在處理這個趙博士的拳法 只是說趙博士拳法一直來啊 他硬接不暇 對 他這種一直來的這個攻勢最可怕了 前幾個招式我處理了 兩個後面我就亂了 亂了 那其實趙博士就前手刺探 然後後手找機會中擊 再來 又砍了一腿 那看起來這個希臘選手比較擔心是他頭部的抗擊打 他對於自己的大腿背這個趙博士踢他倒不太在意 在意的是他的頭部的方式 對 是 那趙博士也很專心在攻擊這個對手的頭部 對 再來 第二回合即將結束了 第二回合即將結束了 是他們這個國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 是 其實提到菲律賓 大家馬上會想到的是拳擊民行化 對 那在菲律賓整個他這個自由搏擊的分明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自由搏擊其實 就是一般都是以拳擊為主流 第二個就是 MMA 那再來就是自由搏擊 不過他們整體的一個拳法或是看拳的這個熱度都是蠻高的 可以說是一個全民的運動全民的節目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 好 因為這個 斯皮羅他的肌肉身體狀態練得不錯 所以呢才能撐住這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趙博士的一再的攻擊 那就看第三回合趙博士有沒有辦法拿出什麼秘密武器 再來擊倒我們的斯皮羅 趙博士盯緊的對手 再來 趙博士跟前兩回合的攻擊的模式是一樣的 很專心的用拳法在攻擊對手的頭部 但是呢這個同樣的招式呢不知道會不會被對手給破解 要注意一下 趙博士其實他的前手一出啊 那個我們的希臘選手會去撥他的拳 但是對於他的後手就比較擋不住了 所以趙博士的後手是他的優勢 對 趙博士也比較喜歡打後手 是 誒 好像是哪邊出問題 是手出問題還怎麼樣 而且叫得很大聲 對 是手 是手臂 手臂 小手臂 對 哇 恭喜 趙博士 是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到底他是怎麼把自己弄傷的 因為出拳有時候是手腕或拳鋒會受傷 但是他手臂會受傷是比較罕見的 現在 一個吸法 吸法之後 怎麼突然 他不懂 自己的吸法一出怎麼變成自己的手又傷了 再看一下 看觀眾有沒有眼尖能夠看明白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運動員啊他也是很忙的 他眼睛要到處看 有時候他也沒辦法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他也沒辦法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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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久我刚练这个搏击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师父喊一个口号是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当时心里面就是非常的兴奋 说哪一天我也要喊这个口号 代表中国去打这个搏击 后来昨天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突然然后觉得其实梦想没那么遥远 然后我就站在这了很开心 希望以后每一场比赛都能给大家带来好运 带来一个开心 帅康发明前席式油烟机 油烟不上脸 国美电器全国准备用 感谢帅康前席式油烟机 好 6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红方拳手因为迷恋武术 在六年前被家人送进了武校 自从踏上武林峰那一刻起 他觉得过去所有的吃过的苦都值了 有请中国系统小伙伴王 胡正 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 网站五林峰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五个六 参与同蓝阵营近开 就有机会抽最高九线 世界中卫视图这一线金费包 帮你清空购物车 更多商城品质好货 给你来选 天兵渐随我 难争备战一起走 Mex and Calvin Villow fighter in the blue corner Weigh in at 64.8kg and was born in 1987 from Russia This is Dimitry Barnvilla 同胞拳手代表了白沙克德俱乐部 今天20次身高21比76 当年的战绩五胜五负三次击击对手 赛前因为超重今天要被扣掉一分 来 掌声送给中国系统小伙伴王 胡正 Ladies and tell them This is round number one The battle begins now Ladies and tell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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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林峰环球全王争霸赛 菲律宾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的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 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这场比赛是6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我们还是要先来认识一下两位运动员 好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迪玛 迪玛常年在泰国吧台比赛 她女朋友就是拳馆的经理 所以跟各赛事的关系都不错 都帮她安排一些比赛 那迪玛的一个拳是非常的重 所以刚开始可以看到 她前手刺拳跟后手的一个轮摆 有点打到我们的这个胡正 那胡正也不简单 上次在这个洛斯的金腰带巴恩战 对阵到这个刘响明 表现得非常出色 对 在第一轮以KO的方式 KO了这个俄国的好手林基塔 胡正是从武林新一代 开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虽然说她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们从她的战绩上来看 她的KO率还是挺高的 是 现在看起来其实胡正也挨了蛮多拳 要注意一下 因为对手的刺拳非常快 臂长够 然后呢 这个隐蔽性也够 所以让这个胡正挨了蛮多拳的 这个报价还没打穿 这个蓝方的轮摆就是她在泰国成名的招式 因为她的力量比较大 所以常常对手一被她打到就晕了 这是胡正要小心一点 哎呀 胡正刚刚有做摇闪也是挨打没做也是挨打 所以这个蓝方抵马的这个拳头是蛮准的 哦 小心 因为这个抵马有她这个臂长的优势在那边呢 嗯 他再加上这个拳头看得很准 这跟眼力也有关系 看胡正能不能抓到这个抵马的空打 那另外啊 上次其实在胡正在打俄罗斯战的时候 他跟刘翔人在打 我们就感觉这么呼吸声好大啊 不知道谁的声音 他说是他们两个的声音 因为第一轮的时候热身不够啊 所以那个肺都很痛啊 那忍着这个肺的痛啊 在场上呢 去打啊 所以呼吸声材也非常的大 胡正的刺血 那在上次其实 后来这个胡正跟刘晓明吃的亏 因为拳法没办法发挥 胡正擅长就在正面对攻 对手不要跑的话 在胡正可以打得很顺 如果像刘晓明啊 一直游走的话 这个那个 胡正的连拳 尤其他的这个催泪的这个敢打 他就打到了 那今天呢 迪马跑得不是非常快 但是呢 迪马的这个拳 臂长够又准 所以其实 我们的胡正要发挥 也是有点吃力的 要看他第二回合的表现 我们看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 朱冰教练会给他 做出一个怎么样的调整 湖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 上线了 看五连峰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五格六 参与红蓝阵营竞猜 就有机会抽最高 9999一线金银包 包你清空购物车 更多商城品质好货 等你来选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那顺便再提一下 这个迪马 还有一个很强的地方 就是他接腿 他接腿会接得非常的用力 就是把你的腿夹的用力 你抽不开 那刚刚胡正起了好几腿 我们的迪马还没开始接他的腿 迪马可能专心要处理 这个胡正的拳 所以他忽略了 忽略了胡正的一个腿法 两人竞争 所以那在他专注于胡正的这个拳法的时候 胡正这个时候冷冻的 接腿了 刚说完 是他夹得很紧 对 因为胡正要多用腿法的话 是不是这个胜算就会大一些 不过现在开始我们的迪马也对这个胡正的腿法有点借心 刚才已经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接腿 那胡正的近身的一个要两肋的击打的时候呢 我们的迪马的吸法又会出来 好 现在胡正开始压进去了 别回合胡正的一个近身的拳法不错 现在两根互换 那就要看谁的基本动作 谁的防守更好 目前开始胡正越打越顺了 这个迪马的上钩拳也是不错的 以这个击打力度来说 是这个迪马的力度比较大 但是胡正讲求的是这个效果的积累 对 所以你看胡正啊 他不管对方是不是势大力尘 他就打自己的节奏 用大概六七分力慢慢打 现在胡正打得越来越顺了 胡正的后手要注意一下 到现在为止迪马都还没有起腿 所以到时候呢 迪马的腿法会不会开始使用 还不知道 他要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 因为在这一轮的攻势当中 胡正一直在这个步步紧逼 是 好 有点效果继续逼近 现在的迪马连控制的一个手法 都已经有点开始有点吃力了 可能自己的体力已经下滑了 对 所以说体力是这个一切的基础 是 胡正最怕的就是像刘晓明这种的 一直跑 然后一直打赢机 那像这种不会跑了 这个胡正最开心了 碰到迪马 其实他会打得比较顺 是 好 胡正想破架 刚刚胡正的那个前手一直想把对方的手拨下来 目前第二回合胡正的表现越来越顺了 打顺了 对方的臂展的优势已经不见了 对 因为发现对方有这个臂展的优势之后 他就要去控制这个距离了 是 就找到合适自己的距离 第一回合是打不进去 因为对手的拳还是蛮准蛮重的 但第二回合发现对手出拳的频率开始降低了 所以这个优势都开始被我们的胡正渐渐的这个掌握了 而且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 迪马的这个体力下降之后 他就更难去招架这个胡正的进攻 是 刚才看到连续两个吉夫啊 这是蛮扎实的 所以让迪马这个老将有点吃不消 我去看到 你看这个胡正前手先把对方的报价拨掉 拨掉同时呢 后手就进去了 这是蛮好的一个组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 这个迪马号称20次的KO 看起来今天应该没有机会KO我们的胡正了 对 那么胡正呢 今天将以什么方式来打赢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依然延续了横琴之巅世界金腰带的争夺 而且还设立了KO奖 对 将奖励十万比锁 这个大概约合人民币也一万多人民币了 是 所以对选手来讲也是一种激励 你看这个现在迪马在赛 逃走 已经确战了 都有恐惧的表情了 被我们的胡正给打怕了 就是心理上已经不占优势了 所以他想调整的话就有些困难了 对 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体力下滑 所以造成他心理的恐惧 他知道顶不住了 对 沿路跑啊 快快没地方跑了 那胡正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哦 对方的任何攻势 这个内围 胡正也开始有阴影的方式了 不错 胡正是越来越自信 是 胡正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发力 但是打得非常顺 连续性也够 造成这个迪马防守上的困难 我们看到这个场边迪马的教练 也很着急的在指挥 是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体力的支撑 迪马很难去执行教练的指挥 对的 着急也没有 对 哎 漂亮 再来 再来 胡正有没有机会拿到我们的KO奖 胡正刚刚比较可惜 他的步伐没跟上去 差了一点 再来 其实迪马也蛮能逃的 面对胡正的攻击 也逃了整整快一回合了 看起来 胡正越来越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了 再来 你看这个迪马不是往 不是头往后仰啊 就是想办法贴靠胡正 胡正必须破解他这两招 再来 胡正的二次启动了 其实胡正自己有点累了 对 有些比较好的时机都错过了 刚刚已经胡正被对手绕了背后给控制住了 起来 好 时间到 是 竟然被这个迪马赌了一回合 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的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我会不会够更多的 好 平局加赛一局 经过这个裁判的判法 两位平局要加赛一局 而且是分歧的平局 代表三个裁判的这个看法都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第一回合是迪马占了优势 那二三回合呢 第二回合是差不多差不多 第三回合明显是迪马就是比较屈居劣势 那再加上这个胡正被扣一分的情况下 就感觉上三个裁判的角度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最后是加赛 我们看加赛局的情况 好 这个近战应该是胡正最喜欢的 渐渐的 看起来迪马又恢复了一点力气了 好 好 胡正找到自己距离 但是呢怎么样不被对方的内围控制 是胡正要注意的地方 好 胡正也跟对方用西撞 来互相对抗 胡正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呢 他都是有点轮摆的味道 但是轮摆就是过于短了 你也改成直拳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嗯 因为对方会往后拉杆 你的由上往下的一个轮摆就会空了 再注意一下 所以双方都要去抓这个对手的距离 那相对的 我们的这个迪马的拳法距离感是比较好一点 哦 看胡正的原地跳西 你看这个迪马 他就是要么就是距离拉得老远 要么就是贴得很靠近 他让你打得不顺 好 那胡正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 其实胡正就是 其实要用这个步法 要稍微垫一小步 去做这个远距离的击打 嗯 那不然呢 就是迪马的头部往后一样 你就不要管他头部 你就打他腹部 因为他腹部还是在原地 呵呵 你的胡正还连续的击打 呵呵 那胡正这个击打 有时候就是掌心用太多了 就是有点拍到对手的意思 就那个力道 还不够 对还不够 哎 这拳有 可是看起来迪马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 吸气 迪马也跑得很快 怡马刚刚脑袋很清楚 他等在那边就是 哎 要看这个胡正什么时候起吸 他才要跑 是 他没有起吸 他就不跑 我开玩警告 剛剛這個敵馬貼靠 感覺胡錚在這種近距離的內圍糾纏 也被消耗了不少 好 時間到 是啊 時間過得非常快 這一局還是非常難打 看裁判了 三位裁判這一次能不能達成一個共識 看一下滿棒 被躲掉 有機會但是這個倫巴有打到 可是效果不明顯 對 剛剛胡錚在連續很短的時間內 給了兩個後手拳 這也是非常厲害的爆發力 是 倫敦 和 倫敦 Our judges have ruled And the winner Via a split decision From China to Zeng Shohua Hoca He is a champion Let's go This game Because I feel When I went to the team The strength and speed I feel like I was able to beat it I can't even see it I felt like I went to the team I got hurt I was very able I was a half a round I was a half a round My feeling I felt like Second round I was a 3-10 I got to go 没想到我没有把他KO 然后我表现得很差劲 打得太烂了 然后我所以说很不开心 因为这一次降重 比平时降得多 下来我希望我自己 好好训练 好好总结 然后期待下一次比赛 我能打出更好的比赛 给观众更好看的比赛 大家好 我是钟薇 大家都说我是搞笑担当 其实不然 我觉得我是实力担当 接下来是我的比赛 请关注我的比赛 我会用实力证明我自己 8-7的比赛 我会使得完了 作战、小军 出品、澐注 o专门 逛专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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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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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前手绕来的侧背就打 打到已经 这个侧背那边非常的痛 能不能缓过来呢 3 4 5 9 0 好象还被缓过来 对 太晚举手 BCE举手晚 感谢观看 看出来的大概差不多那个状态吧 周围平时都是那种很放松的上场的 今天你看一上场的眼神 你看那个专注度 杀到Helen at the 2-minute 8-second mark of the first round and the winner via a technical let-up from China 周围 这场比赛呢 其实我心里的刚开始心里还是有一点没准备好的 但是上去一接触10秒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心里有底了 我就想KO他 虽然最后没有完成真正的KO 只完成了踢KO 但是我感觉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能在更短的时间能KO他 因为这次备战呢 我感觉也挺充足的 在家里上体能啊 教练啊等等 给我备战的战术都挺合适的 因为这次主要是上下结合 本来想踢两只腿的 腿还没用上就结束了 感觉这次比赛呢 对自己还可以吧 反正下次再接再厉会完成的更好 下次完成真正的KO 这次比赛现场的氛围 我们中国观众也来了很多 感觉为我们打气 为我们加油 我们感觉更有劲 更有精神 在上去打的时候 我们的场下 在场上就听到他们了 给我们呐喊助威 我们感觉要对得起他们 也要对得起自己 所以拼尽全力这次 是一场六十五公斤级的超级战 接下来是一场六十五公斤级的超级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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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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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伯吉一哥 也曾被他条落马下 最近的勇猛表现 备受关注 有请 潘嘉远 只因为始终相信 去贫富才能胜利 总是在苦误自己 要成功就得努力 只却在赛场沸腾 确认在东方升起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女士们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三个人 是Arnel Luliva 没有胸膜 没有胸膜 准备 准备 这是第一回合 战争开始 现在 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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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 这是武林峰 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 资深赛事评论员 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这是横琴之巅 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 也是他们首次走出国门 这一次的比赛 依然设立了 横琴之巅 世界金腰带的争夺 以及还有KO奖 要奖励10万比锁 是的 看起来这两位的态势 就是互相 很想KO的对方 迪多卡曼萨 他过去就是拳腿大开大额 甚至惊人 没想到今天一上场 就差点压过我们的潘家运 因为潘家运用腿法想压对方 结果对方比他更凶狠 你看这个对方的腿 太硬了 这个过去 比多 他也是MMA的选手 他爆摔能力不错 胜成石子固 那核心能力 核心的力量 不在这个潘家运之下 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 给了潘家运很大的压力 还有转身后白圈 那潘家运其实上一战在俄罗斯 俄罗斯也表现得不错 对到这个亚历山大苦战三回合 不过没有KO对手拿下判定胜利 最后对到这个李小龙 那那场比赛 其实转身后灯 他都没什么用 他说没什么机会 对 本身他的杀手点是转身后灯 对 像有一场他跟白丽帅 两回合用了十次以上的转身后灯 我说你都不晕 一直转一直转 他可能觉得用这个比较有效果 是 那今天看他会用几次了 哦 跳膝 开始我们的潘家运掌握了一个距离 哦 篮方 迪多 开始有点点累了哦 就刚开始他拼得太猛了 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潘家运的几季 这个身体的击打 产生了一点效果 让我们的这个迪多换气开始有点不顺了 嗯 这个篮方选手 来自菲律宾的迪多 从他的战绩来看 我觉得他在这个自由搏击的这个比赛并不多啊 他是八胜三负的战绩 对 其实从他一开始的表现可以能够感觉到 他应该没有太多的这种大战的经历吧 因为他开始就一点点这个体力的分配啊 这个他没有这种均匀的分配的意识 这是他的习惯 上来就拼 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他在2018还打过这个73.5公斤级的MMA 但是对手比他太壮 而且技术比他好 他一下子被摆平了 好今天对上这个潘家运 其实两个身材风格都极为类似 对 那只剩呢这个潘家运的技巧比他细腻一点 嗯 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其实呃你的蓝方迪多 这个大轮板看起来很凶 其实呢有漏洞然后呢又比较费力 所以你这种有漏洞容易被打到 比较费力呢 就相对于你在二三回合的这个体力 会下滑的非常快 哈哈 这个潘家运好兴奋哦 是 随着这个音乐的律动扭动起来 就刚刚那个蔡老师分析的蓝方选手 迪多的一些 呃这个在他漏洞存在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个潘家运有这个意识 是 嗯 那潘家运就打他自己的打他自己的拳法 对自己的自信 那其实呃到了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如果这个眼睛更容易去发现他的漏洞 对 刚开始他速度快然后频率高 你有时候眼睛来不及看到漏洞 或是看到漏洞打不到 嗯 第二回合 哎 哇 潘家运的第一看踢 哈哈 哈哈 其实这个蓝方的欧洞 就是他们MMA运动员常用的 不过这个威力 应该不会对潘家运有太大的影响 那其实都浪费了自己很多的体力 好 潘家运渐渐的接近 好 潘家运就是看拳的在打 先吉吉轻的刺拳 后面再接个很重的后手拳 哎 我刚那腿挺危险的 是 还好对手有看到了 赶快把头再拉上来 今天潘家运专注于这个干打的发挥 他转身后灯没有急着用出来 呃 感觉上蓝方 蓝方应该是体能有点下滑了 哦 哎呦 其实蓝方在做这个这个表演 他演技 他演的时候他没问题 他在微笑 其实他体力已经下滑 刚好骗不过这个潘家运 被潘家运看穿了 被潘家运看穿了 不是被我看穿了 你看他的面带微笑 其实他很累啊 哎 好 班杰运没有被骗 又打到了 所以你的微笑骗不过我了 像之前好像潘家运应该也跟马克西姆打过 马克西姆的微笑也没有骗过他 再来 哦 所以我就说这个潘家运的这个拳法的发力 是比较精简有效率的 打击效果又比对手好 所以渐渐的优势就会出来了 这个跟训练的系统跟那个教练的细心度都有关系的 对 哇 南方迪多完全没体的 没有体能吗 没有 潘家运以为强毒 没有强毒 潘家运自作多情 你跟他跑过去那边等啊 而且班杰运还跑错边了 其实太专注于自己的感觉了 你要跑到白脚 他还跑到红脚 就是等强毒 太行动了 是 继续 哦 还不错 拿到一次强毒 这会儿还是继续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国内的观众接不接着说这样的一个 这种五字 其实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是是 哇 这个两拳好重啊 对 为什么会打到呢 这个 潘家运的腿 是在空中有垫步 增加了行进的距离 所以两拳是完全命中的对方 再来又达到了 虽然对方失去平衡 裁判没进来 你就是还可以打 也谈到这个五姿啊 过去不久前 有一位 本来主办方说 你不可以带五群 不可以跳这个五 他说不管了 我是拳王 我觉得跳还有五群 五群 对对对 三个 三个一起跳 对对对 好也许 班杰运后续喜欢跳 就可以带五群进来了 对 继续 看潘家运的后手 好像是要摸对方了 无敌风火轮 太浪费力气了 短暂休息之后 蓝方似乎恢复了一点活力 但是照他这种打法的话 我估计很快这个体能又没有了 是 不够精简 对 不够精简一点 看潘家运继续追 有效果了 有效果 再来 有 应该再两拳就会倒了 有机会倒 对对出 出对了 好 累到不行 手已经拿不起来了 有 有 哇 啊!這個藍方真能扛 現在這個藍方喘氣 喘得非常的用力 氣都喘不過來在缺氧的狀態 這非常容易被我們潘家運擊倒 可是他用意志力在撐啊 潘家運可能心裡會覺得 你怎麼還不倒我也打得很累啊 繼續壓迫 哇!藍方敵多太頑強了 是啊!非常頑強 他雖然挨打 但是他僅僅靠著我們的潘家運 不給潘家運這個有效的距離 有效的攻擊距離 其實看起來就是潘家運也是卯足了勁在打 是 打到有一點點厚 有一點點 所以裁判會給一次提示 其實也不是故意的 而是對手自己在對抗的過程當中出現的 其實你看這個潘家運的不管是前手的勾拳 後手的直拳打得都很實 就是不打 哇! 哇!挨了太多拳了吧 因為藍方沒有暈啊 所以裁判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去介入這個比賽 那潘家運的選擇就是只能繼續打 反正今天轉身後燈都忘了用了 不用了 就執著於自己的拳法 是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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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演還是怎麼樣 忘了就是 忘了就是 是 太激動了吧 這你覺得好像機會來了 是 整個都撲上去了 二虎撲羊 哎呀! 今天潘家運讓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他的舞姿 是 而且已經跳到對手的地盤那邊去了 好!太有意思了 潘家運 今天放棄他成名絕招轉成後燈 用他的重拳來跟對手力拚 曾經拿過一次強圖 最後呢 這個對方的鐵下巴真的太厲害了 頂了整整一回合 再來 哇! 哇! 你看我們都覺得是有那個烈切的 對!然後他就還能挺過來 其實賽前這個潘家運呢 就看對手照片 認為他是這個練太拳的 沒有拳法 可是看起來拳也是還可以的 更厲害是他的一個抗擊壓力 所以我們都會認真理解 我們都會認真理解 我們都會認真理解 對手 你不许做这儿 那是老板 刚才对手就是伏着很大 他第一手 就是很硬 是硬踢 然后我就每腿都挡住了 就是说他的腿很硬 但是他的腿还是没我的 他踢我就挡 每次都挡到我的银面骨上面 很荣幸跟着武林峰 来到菲律宾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菲律宾 然后比赛赢到胜利 非常开心 平地上 velocity 现在我们们的凌海 一边 starting off with our warrior from Brazil Jean-Carlos Pereira 帅康发明前夕式油烟机 油烟不上脸 国美电器全国主体中 感谢帅康前夕式油烟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79公斤 你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 他拥有众多的全米粉丝 近来非常之忙 刚刚从俄罗斯载域归来 今天我想 很多喜爱他的全米粉丝 已经在隔空欢呼了 又请中国队长 冯高峰 一年 6点起来跑调跑步 自己跑步跑到7点 然后吃点饭 8点半是9点到11点 就是上午1点 睡到2点半 三点就可以训练了 实际上太长了 十几年了 作为一名运动员 要想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必须要在训练当中 严格要求自己 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 随时赢战 没场比赛 这里是菲律宾马尼拉 我们是正在世界的中华人 来不见了 将军了 站在身上 创造楼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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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佩蕾拉要注意啊 他是双架进攻型的选手过去 这个左脚前高扫能变 变现 然后呢是他这个KO对手的一个力气 第二次 第二次的强制毒苗 对 这个傅高峰的爆发力惊人 对手刚刚用摟抱来控制一下傅高峰 对手刚刚用摟抱来控制一下傅高峰 其实我们资料上呢显示两位的身高差距有5公分的差距 但不止 但是我们现在看 explorer 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看来 哇 哇 这个是摔得蛮重的 哇 哇 这回瞬间这个配人逆转 这个高手之间的较量 真的是瞬息万变 傅高峰也很哦啊 那就是说裁判有示意 他往前走两步 好像看傅高峰走不动 所以裁判就再次的中心一个比赛 就是从他的眼神 高了身体的反应 来判断这个比赛的 是 傅高峰的每一场比赛 其实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而且他的这个状态 是 可能是因为他是这个散打名将 由散打转入自由搏击 很多很多的方面是需要适应的 再看到这个慢发 哎 打到 这个位置太大了 傅高峰把这个高边腿做出来了 再看这个拳法 上钩拳 这个上钩拳产生的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 哇 两只手都不在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这个散打的 他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跟由散打转过来 自由搏击的很多运动员聊过 他们说散打的他的节奏是得分之吗 他打一拳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手就放下来 就放松下来就走了 他就就是在寻找机会打下一拳 傅高峰今天就明显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对 他们放就看到了这个空档很大 对 一把一声 醉到一分之一 今次第五位 不是出来的 还算这代игр 是 作为 好 再次祝贺贝勒拉 也感谢中国队长副高峰 我们看看 已经拿到了恒星 今天晚上在菲律宾的比赛 是我第一次来到菲律宾比赛 赛前呢也在家里训练真正性很强 也做足了这个赛前的备战 很有信心赢得这场比赛 看到前面这个兄弟们能够代表中国 都能够取得胜利 为大家感到骄傲 但是我是今天晚上唯一一场 这个输掉的比赛 也是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但是对于比赛 我是想就是正常的去发挥自己 但是没有想到 对方一个冷冻我一个鞭腿 在我打拳的同时 然后对方去鞭腿 抓住了我的漏洞 所以对方的势力也很强 赢得了比赛 我回去会认真总结自己 然后再继续坚持努力训练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和支持